大早作證災害應變中心 並且請你到各地看災 停止了他的競選活動 這就是很值得肯定跟鼓勵的事情 嘴巴是讚美 卻是暗酸韓國瑜之前 沒作證應變中心 反倒是韓國瑜展現高EQ 蘇院長very good 他們認為你是黑韓大將 你不是怪他嗎 我現在正在鼓勵他 酸韓成為蘇魁日常 連韓國瑜演講中英文夾雜也能酸 一個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在美國人的面前這樣講 我覺得是好像不那麼可愛 讓美國人笑死 英文應該是他不太熟悉 還是盡量選擇自己 比較熟悉的語言 來講會比較好 也不要勉強 蘇貞昌一向以來 他除了情緒控制不好以外 再來就是他講話 永遠就是酸到不能再酸的酸 你們自己都正正面 如果別人都負面 這實在是 我們台灣要繼續經營運動 要這麼低格局 這不是好現實 韓國瑜一個美商演講 讓副格魁陳其邁也來參議咖 有網友就說 陳其邁也滿像蘇貞昌的 批自己為事的行政院副院長 更有人批陳其邁是裝暖男到選後 現在還要找機會時不時就要偷踹 韓國瑜兩腳 其實這個就是暖男的這個假象 就是破功嘛 所以我們真的看到他們的真面目 為什麼我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這些 行政院長跟副院長 居然只會用酸言酸語 然後再嘲諷韓國瑜 我覺得這些人非常可恥的 從東而二台風到英文演講 就怕酸不到 政院上下緊盯韓國瑜一舉一動 對蘇貝昌成一脈來說 似乎關於韓國瑜的那些事 才是他們真正的國家大事 記者 石文賢 李逸玄 台北報導